黑子聊斯基 甜甜ACG 大家好我黑子 今天看的是一場 的 天梯對局 先來看一下分數 好這一次選的是 R2 這個 1904這玩家 1904 目前在使用一個 比較特別美國流程的喔 西班牙 開局的 Riders of the Lost Ark 2054 天梯級分也是非常的高 那最高好像 這邊有打到 2081 最高是天梯第9名 但是 目前用美國打到一個非常高分數的玩家 好馬上回到畫面了 在畫面中可以看到的是這邊是西班牙 這邊切到美國的視角 這邊開局先拿了一個木寶 50木 應該是一個 木的寶 那那不是木寶 第一張卡是發德國移民 他變了他變招了 我前幾場看他都是在發那個西班牙移民喔 可是紀錄當然就 發同步 就很奇怪 有些可以有些就不行 真的是不太清楚他的 不能觀看的原理到底是什麼 好地圖是北極 成了一張地圖喔 只有三個交易站 那地圖資源 鬥區還算 靠近啦 然後金礦的話 兩斤都在家 然後走一個石村 感覺會直接接 一些 末方的流程喔 之前在看紀錄檔的時候好像也有看到 凱文用這個 在天氣對局的 不知道我有沒有記錯 我也沒有關係這邊700沒有要點 得 德國移民開局 竟然 沒有要選那個 所以我是選賓州 非常特別 這邊沒有開交易站 然後也沒有補房子 只會發這個末方 特別的 像這個西班牙玩家我對他沒有 那麼的熟悉 不太確定他會用什麼打法 這邊發的是一張 三春街 資本主義的星系流 升級選 比他200 有沒有帶教堂卡 有 那看起來應該打一個教堂招 或者是 傳統的西班牙FF 喔這個寶 一個會殘血喔 被狗發現嗎 沒有 運氣很好 沒有被對手發現 這邊把動物趕進去 這邊竟然還要吃一個荷蘭移民 這比較特別的流程 基本上 德國移民去很少 會去搭起塔移民 非常少見 因為基本上 德國移民要 耗太多卡片了 你上時代之後要發高等末方 還有什麼 羊加一個末方車的那些卡片 那些東西發一發其實 就是 整體來說 非常消耗卡片的數量 會消耗掉不少船運 好這邊開局選擇放的是 馬舅 然後接著打一張700木 然後繼續才 坐放著馬車 這邊不知道為什麼 發了700木要自己補 我猜可能會下市場 這邊是有帶漢米爾頓 目前啊 美國 除了天梯低人的AOK之外 這一位我個人還蠻推的 他的戰術其實 種類非常多 種類非常多 算是真的是把這個文明玩出個花了 他有可能在嘗試說每一個 對局都用不同的流程吧 我再猜了 那這一套就沒有殺吃光了 那像 剛剛我有看到他打中國的有一場 經濟一直處於落後狀態喔 直接把中國壓在 就是不管是 10代 2用西班牙移民 的那個毛兵做前壓 然後呢轉上10代之後 春樹 幾乎是對手 一半喔 少一半春的情況下 可以把對手壓在家裡 出不去 然後關鍵時刻的普拉斯基軍團 從兩雕堡出來 這個這個很兇 好直接把中國翻檔 哇這個 這個是差12秒 哇 這個西班牙也是來真的喔 跟你嘻嘻哈哈的喔 這邊要拉川國取蓋了 但是這邊必須點 冰冰出來不然 村民會被狗咬死 然後 她被狗咬死了 我來不被狗咬死了 所有的桶不知道 有些什麼 那些什麼 喔 我們來看 西班牙這邊 這邊其實會稍微有一點點拖到 好 果然還沒有點下時代 而且這邊拿木頭去補了雙交易戰 身體這邊選的是赤猴 會是用四隻馬 那目前看起來可能不是教堂招 這邊都還沒有發卡 然後也沒有拉村踩木頭 應該會走 可能是西班牙黃金的那一種 那一種打法 然後這邊拉村往前應該是要下一個軍營了 又回到美國的視角這邊也要準備上時代了 那美國的時代三的timing還是非常的可怕 這邊就要看他怎麼發揮了 現在 俄羅斯聯合公司沒有辦法去控中間的圖 變成要插在家裡 好這邊夠了準備點上時代喔 冰州接著是肯塔基州 那除了肯塔基之外 像是維吉尼亞 也蠻多人會選的 好這邊等一下就要上三囉 吉端亞快上好囉 欸竟然是出圓盾喔 這邊不知道會不會直接接一張冰卡 有可能接西班牙黃金 好 跟我預期的差不多 我個人覺得之後的改動可以讓西班牙黃金來的快一些吧 不過目前看起來卡片速度 可以來的比較快嗎 好像還好 我想說如果西班牙黃金這張卡優化一下 讓他卡片到的速度快一點 這張卡 對西班牙來講會更好用 不然你還要每張這樣等40秒 對西班牙黃金 對傳運其實節奏來說是會差滿的 好美國也上完時代了 這邊看一下第一張卡斯先發了一張機槍 看起來想要機槍先推掉 哨戰之後再插 碉堡 也是一個節奏遊戲 看這邊能不能有機會推掉哨戰 只要哨戰掉了前面的兵就出不來了 好先把 這兵點掉 這機槍拆建築物很慢 要上來 騙一下 沒有 反一下對手去拆的速度 這邊出蘭鐸其實我不是很確定喔 因為其實美國 沒有很怕蘭鐸 我覺得反而多出一些 毛馬會比較 看來還是要確定說對方卡冰槍的速度 好換掉了對手的哨戰 看來看 這手看起來是用市場做買賣 這個調控制 好兩個寶插下去了 其實可以再兇一點喔 直接往前放 在對手沒有惡砲的情況下 往前放是一個可以參考的選擇 那這也是西班牙黃金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他的 卡片的timing會有落差喔 變成說現在 西班牙是有一個有點稍微被動的狀態 他把卡片留給了西班牙黃金 他的炮或是冰卡就會來得比較慢 那也讓美國 逮住了一個機會喔 可以 快速的往前做 推進 那這邊其實對西班牙來講還蠻傷的 他掉了一個哨戰跟兩個軍 在美國還要準備阿帕奇來反炮 反炮啊反槍馬都可以靠阿帕奇 喔 阿帕奇連發喔 很酷炫 而且對於反這個對手的毛馬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這邊先登上一個小的山丘 好看到對手的交易戰了喔 從山坡上下來 要來打交易戰 好看到對手這邊準備要往家裡衝了 喔一口氣是五台鷹炮 非常之兇猛喔 但是是不是冰有點衝得太前面了 看一下對手的視角 好 好從後面包上來 可以直接點喔 點掉一台 哇哇哇機槍被打掉 馬鈴鐺很傷 馬鈴鐺很傷 一槍掉了 但對手還有兩台鷹炮 三台鷹炮 哇 這美國 不是很有力 這邊 路 路上的 固定單位 全部被清掉 然後剛剛那一團 那一團阿帕奇也是被清掉 沒有喔 喔沒有喔 還有一群閃兵在後面 忘記往前牽 也有可能是為了躲炮 所以沒有往 往上點喔 不過阿帕奇是損失慘重 這邊可能要想辦法補一點 什麼東西出來喔 普拉斯基嗎 還是再發一張 香呢 這手的蘭鐺是還蠻多的 所以也不適合出太多的卡兵 被連 走一個閃兵配蘭鐺的組 目前 西班牙黃金開始陸續續回本了 西班牙黃金之後發了二砲 寶馬89蘭鐺加一千目 所以現在資源調配是沒什麼問題 到一千目把人口跟均勻又都補回來了 好繼續的補長槍兵跟蘭鐺 這邊在前面再插了一個碉堡起來 但是好像被對手看到了喔 這個可能會直接被鷹炮打掉 果然 東想一樣喔 斯炮直接開火 蹦蹦蹦 直接沒有了 這邊真的是損失慘重喔 掉了兩個碉堡之後 又死了一堆阿帕奇 戰局對美國不是很有利喔 目前是32農 對上34農 農沒有差很多 但是對手有 西班牙黃金 好要開戰了這一次有普拉斯基軍團助陣 應該是會 合宜打得比較好嗎 繞後繞後繞後 普拉斯基軍團繞後 火炮 這邊靠蘭鐺在各個地方走位去砍碼 卡冰槍 跟普拉斯基軍團 跟普拉斯基軍團 跟普拉斯基軍團隊也上 點 點砲 點砲 砲殘血 來生一排 點掉了 好這邊蘭鐺就直接 散瓜切菜喔 沒有什麼 戰鬥能力阿 這個 蘭鐺基本上就是 往前衝鋒之後變砲灰 這個時候才插旗阿 是不是有點太玩插旗了 好沒關係還是打贏了 這還是打贏了 而且這邊 美國還有一張卡沒有發 就是 肯塔基地的人吧 看一下是不是發了 還沒有喔 這張卡還藏在口袋裡喔 這邊可以直接雙馬就出卡冰槍之後發肯塔基 這邊又發了一張堡壘卡 這堡壘卡是不是有一點點不滅喔 要直接放下去 哇 這個B站 你要拆嗎 不給你拆 你敢拆嗎 你敢拆嗎 我這邊要趕肉囉 我這邊趕肉囉 還有死了一村 這邊看起來美國狙擊手還是 佔了一些優勢 好 喔 英雄11血 殘血拉走 漂亮 既然既然直接轉發煤礦有可能要直接跳工業喔 看一下工業有哪些卡喔 有民兵 十隻的徵招 後備民兵連 十隻卡冰槍跟兩個加農炮 中場 很棒 卡西班牙這邊呢 卡西班牙這邊有常種 放棋子 這個我有點問號啦 他是還好沒有什麼 太多的問題 上面這邊 等一下看一下有沒有被發現喔 保雷還可以繼續出剛剛有發過的普拉斯基 我感覺這邊煤礦吃一博會上十代 好了這個西班牙黃金的效果也差不多 到一段落喔 地上西班牙的軍機還是必須靠他把 2TC開起來 才有辦法 拉上來啊 單純靠這個西班牙黃金 想要有很好的精神 才可能 目前戰場上面 當然的人口是 國後的 美國手上還有不少隻 這邊隨時可以點下十代 煤礦踩的也太少了吧 這邊也有 又被打掉了 又是一樣喔 那一套點掉了 這邊大量村開始採金 先優先採外面的金 特別需要注意 能採外面的金就先採外面的金 危險的金先採 家裡還有背有庫存 安全的黃金 這邊村民要相遇囉 這邊不要再出去送經驗值喔 選擇放在家裡 喔看到對手村了 喔這邊德馬直接 軌轉繞過去 哇這麼狠的啊 你看這邊也抓你的村了 這邊也抓你的村了 兩邊互相傷害究竟誰會受到傷害呢 喔喔喔喔這一波 這一波美國會死很多村民 美國會打到回府嗎 好美國回頭了美國回頭了 美國啊不妙啊這個是死太多村了 這個直接取消上工業全部把它點去轉 把資源全部轉兵 太緊張了太緊張了 其實是可以把兵取消掉的啊 然後這邊 跳恰恰 把對方的藍斗變上藍色 把藍斗換掉之後這幾台砲就是 洞中捉憋了 喔漂亮打贏了 可是上面的村也死光了 上面這邊 藍斗偷村啊 那邊的藍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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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交換下去其實對西班牙還是比較傷喔 因為 沒有黃金續存了 他現在能夠採的大金 也不多了 不多了 不過他要搶到側邊的肉區 算可以接受 這邊趕快來搶這邊 800多黃金 這邊換美國生氣了喔 這邊這一波 死太多村了 決定要一口氣反打 好對手這邊是41農 剛剛的美國已經來到了28農 好這邊把藏在口袋裡的肯塔基列人掏出來了 這一波 會定勝負喔 有點生氣喔 直接拆砲場 木拆 好這邊 23隻單位喔 其中有18隻的是 討練狙擊手 好這邊就是 砍瓜切菜喔 這是送頭的蘭鐸 好 恭喜美國拿下勝利啊 這一場 我覺得 雖然中間死了一些村 可是吃得很漂亮 在即時判斷上那個 真的是不錯 之後有機會也會多 分享這些 天梯高手的 紀錄檔 只要 天梯關在模式是正常的情況下 好了我是黑子 這一次的紀錄檔講解就到這邊 黑子會持續製作 10基帝國激烈的 新資訊整理 然後戰術 流程分享 或是比賽講解 紀錄檔的 講評 那這一次就 錄到這邊 我們下次再見 掰